最近不曉勞工的新鮮是不是都觉得很想哭呢 这劳动部公布了新制的劳退基金 去年财报一共亏损高达2280.3亿元 是达到史上最惨 而这连可能每年发放给劳工的分红也没了 还面临可能不到2028年就会提早破产的危机 但是对此这立委中加兵就缓甲了 指出这台湾的退休基金 从长年来看表现是很平稳的 不应该以单一年的盈亏来判断 去年三月新制劳退基金分配收益 让七百万名劳工享受万元以上的红利 但今年什么都变了 2022年劳退大亏2280亿元 期待的分红没了还出现账面亏损 民众怒吼还有劳保基金也亏损589亿 目前每人每月只提令18379元 已经比基本工资低不少 行政院长陈建仁更透露 今年劳保基金只会拨补300亿元 这样下去恐怕不到2028年就会提早破产 劳退劳工这方面的基金的改革 却屡屡未见任何的进展 太重了真的是过去这几年对不起劳工 赔这么惨却因为股市大跌 去年金融市场颓迷不振 却投资台积电比率高达28.69% 洪海及台达电也各占比4%以上 直到去年11月才止跌 1月也不写1500亿元 但却是杯水车薪 另一位换家不要因为单年而忽视 长期稳定获利 但投资风险高 金融市场大环境影响 让劳工也跟着遭殃 政府还是得谨慎思量 谢谢廖凯臣 如意信 采访报导